臺灣統促黨總裁張安樂的兒子張偉經營的旅行社 涉嫌協助上千名大陸人士 包括中共統戰官員 非法進入臺灣 臺北地檢署州部宣布起訴張偉夫婦等10人 經過檢方調查 每一位大陸人士獲准到臺灣後 臺灣的旅行社就會給人頭協會 每名旅客2000元新臺幣 初步核對 在旅客名單中發現有中共統戰官員 檢警和查出張偉擔任負責人的華夏大地旅行社 所安排的參訪行程 有不少和竹聯邦 中華統一促進黨相關 懷疑這些中國人到臺灣的目的不純